Hello 大家好,我是Coach 今集的題目是25個最搶手的大專主修 大多數人都會希望自己的主修 是一個既有興趣又能令他們在畢業後謀生的領域 有些專業在傳統上是被認為有用的 但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時候 學生應該親身搜查證據 父母長輩一代的觀念未必能與時並進 今集我們探討了25個最有用的大學專業 看看能不能適合你 認清楚這些可以增加畢業後找到高薪工作機會的主修科目 就不會盲目追求網下判斷了 我們來看看做僱主的角度 什麼條件是他們最看重的呢? 除非你是畢業至頂級名牌大學 否則根據Payscale 這個著名世界各地薪酬數據服務的網站 他們調查所得69%的僱主認為 適合的大學主修科目是最重要的 今集Coach為大家介紹 排名最高的25個很搶手的大專主修 提提大家如果這個片段對你們有幫助的話 請你們給like 堅持性留言 share給朋友 訂閱Coach教育頻道 多謝大家 一個有用的所謂有用的 useful或者desirable的專業 在你大學畢業之後 可以有穩定的承諾專業前途 你選擇公讀的專業 不一定是取決於能夠賺多少錢 但需要確保你畢業之後 可以養活自己和家人 另外就是失業率低收入高 第三就是無需進修 亦都可以直接有就業的機會 具備無需進修這個條件 是需要解釋一下的 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無需進修 學士學位batchelor 已經是專業的最高 即terminal degree 即是可能會遭受到 沒有辦法晉升的機會 又或者是超出了要求 因為其實門檻是diploma 或者以下的 第二種情況就是無需進修 即是學士學位完成之後 就已經可以有很好的就業機會 但如果你要進修的話 就會令你更加折折上升 第三個就是必須進修 即是學士學位 未能夠達到該專業的門檻要求 那專業的要求 最少要投資六至八年的時間 這些亦都不是太理想的 今天我們這個清單 以學士學位batchelor degree 即是四年的課程來計 因為這個第一階段 亦都是最普遍大學工讀的年期 至於如果需要六至八年 甚至以上的專業 我們是沒有包括在今集的介紹裡的 另外職業的前景 亦都是不用忽視的 因為你考慮主修科目 直至你完成學業 投身的職場 起碼是五年的時間左右 今集統計數字是由2019至2019 於是今次選擇是根據兩個方面 第一是年薪中委數 比你這個數據是2020年是美元 第二個就是就業增長 2019至2019 數據是來自美國勞工統計局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根據就業情況和選出 最有用的大學主修專業 留意排名 coach是以預期的職業增長率為計算 不是計算他最高的收入 這個更加能夠切實地反映需求 第一行數學 數學學位 在學生在多個職位上的職業生涯 都為他們做好準備 包括數學教授、投資銀行家、研究員 數學專業大多數的職位需求都很大 並且提供極好的投資回報 2019至2019年間 這個工作領域崗位 預算增長是33% 所以數學專業人士平均收入 亦都是93.000美元一年 第二位是應用數學 Applied Mathematics 應用數學位是用計算技術來解決問題 可以從事統計學、金融專業 和其他相關領域的職業做好準備 預計直至2019年年增長率 會有31% 高於其他職業 收入平均有98.000美元 第三個是軟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軟件工程專業通常會分為軟件開發人員 這是有很大需求的職業道路 事實上這個職業預計 在2019至2019年 2019增長率是22% 比所有其他專業領域都快很多 遠景工程專業畢業平均收入是11萬美元 遺傳學 遺傳學 Genetics 是第四位 遺傳學專業是為個人提供有關遺傳學 如何影響現代社會深入的知識範疇 這是需求旺盛的領域 預計在2019至2019年增長率為21% 比其他職業更多 遺傳學專業的年薪為85,700 第五位是精算師Actuaries 精算師是使用數學統計學和金融的理論 來分析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財務成本 這個專業領域需求量很大 預計到2029年增長率將會是18% 明顯是快於其他職業 每年的年冠收入是11萬1千 第六位是醫療衛生的預備課程 Medical and Health Papatory Programs 醫療和健康預備課程 是為醫學院或其他健康相關的課程和職業做好準備 醫學和健康與科生共同的學習領域 有牙科、護理和藥學 預計到2029年為止 醫療保健職業增長會是15% 而他們的平均收入是69,000 第七位是經濟學Economics 經濟學專業是學習經濟系統如何運作 和他們如何影響社會 他們常見的職業包括金融分析師、精算師和市場研究分析師 到2029年為止 這個職業領域增長率會是14% 年均中位數是10萬8千 第八位是電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 電腦科學和信息技術 是越來越受歡迎的專業和職業選擇 在就業而言 該領域預計到2029年的增長率會是11% 明顯是快於其他職業 年均中位數是91,000 第九項是管理信息系統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管理信息系統專業是為學生提供信息系統的知識 和他們如何在商業世界中使用 管理信息系統專業常見的職業包括於分析師和數據副管理員 至到2029年為止 這項領域預計增長率為10% 他們的年薪是15萬 第十位是工業工程 工業工程設計是高效率系統 將人工機器材料訊息和能源整合在一起 以製造產品和提供服務 該職業領域在2019至2019期間 增長會是10%大於其他職業 畢業後平均收入大概$89,000 第十一位是物理學Physics 物理學專業有廣泛的職業路徒可以供選擇 包括應用工程、數據分析、設計工程 物理專業學習各種形式的科學和數學 以及如何用在世界現實中應用這些原理 預計到2029年為止 他們的就業率會增長7% 而這些專業人士每年的平均收入是137,700 左右 第十二位是護理Nursing 護理學委將為個人提供 從事註冊護士或其他護士職業所需的教育和培訓 護理職業需求量很大 預計到2029年的增長率會是7% 他們平均年收入是75萬 第十三位是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學專業的學生從事政治工作做好準備 並且研究政治制度的創建和演變 政治科學家平均收入為125,000 預計到2029年這個職業的路徒增長會是6% 第十四是氣象學Meteorology 擁有氣象學位的人是研究氣候和天氣 並且經常擔任氣象學家或大氣科學家 預計到2029年這個職業的路徒增長會是6% 年中的中委收入數是99萬7 第十五是醫藥學Pharmaceutical Sciences 醫藥學專業是培養將生物學、化學和其他科學 應用在藥物研究和開發的準備 製藥科學專業常見的工作 包括製藥科學家和臨床研究員 這個專業在2019至2019年增長率會是6% 比其他職業派 他們的年薪中委數是91萬 第十六位是金融Finance 金融學士學位可以為畢業生提供各種職業 機會包括會計師、金融分析師、金融顧問等職業 預計這個領域的增長率將會是5% 是高於其他職業 他們個人的年薪中委數是72萬 第十七位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擁有工商管理學位人可以從事多種的職業路徒 包括會計、管理、法務、金融領域 預計到2029年商業和金融的職業增長率 將會高於其他職業水平 大概5% 他們的年薪中委數是72萬 第十八位是電機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 電機工程是涵蓋電子工程部分領域的專業知識 這個專業學習如何去評估、設計和開發各種類型的工程涵蓋的電器設備 這些專業人員可以使用各種電子設備 包括電腦、機械人和電力系統 這條職業道路預計在19-29年間增長5% 電機工程師平均年薪為10萬3千 第十九位是生物醫學工程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生物醫學工程學位是為製造、開發、研究、醫療、設備而設 他們的目標是設計和開發技術 來解決醫學界的問題 到2029年為止 這個職業的預計增長率為5% 年薪中委數是92,600 第十位是材料科學Material Science 材料科學學位是令學生具備學習、分析和操作 環境中各種材料所需的技術 這個職業是社會各方面重要的組成部分 包括能源、電腦、科學、交通等等 到2029年為止 材料科學專業就業前景預算增長率為5% 這些專業人士每年的收入中委數為8萬元左右 第21位是化學工程 Chemical Engineering 化學工程是一門教授化學、物理和生物學原理 以及如何應用它們來解決社會中各種問題專業 化學工程師年薪中委數是10萬8千 預計由19至19年間的增長率將會是4% 第22位是機械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機械工程學位常見為學生提供 如何去分析和開發各種機器的深入知識 在這個領域他們教授的常見科程是 包括動力學、設計原理、化學 預計到2029年為止 這條職業的路途增長率會是4% 機械工程師平均的年薪是9萬元 第23位是工程學 General Engineering 工程學位的人在工程各個分支 包括化學、建築和電腦等職業生涯做好準備 這些職業需求量很大 到2029年為止增長率為3% 一般工程師的平均收入為10萬3千 電腦工程 Computer Engineering 電腦工程專業通過使用物理數學和電腦科學 學習如何去評估、創建和實施各種電腦軟件和硬件 這個職業路途預計到2029年增長率會是2% 這些專業人員平均年收入為8% 年收入為1萬9千 第25位是土木工程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專業學習如何開發、建造和監督、基礎設施 以及在這些項目中監督、社區內建造和修理 土木工程師的專業預計在19-29年增長率會是2% 這些專業人員平均年收入是88萬5千 相信大家明顯看到有一個特出的主修專業 他竟然在他的細緻分科中 在頭25名中佔了9位 這就是工程學 另外,數學佔了3位 雙科3位 醫療健康方面是4位 數據不會說謊 但是解讀可能會錯誤 所以Coach在這裡分享 只是一些參考的數據而已 大家一定會問 還有什麼要考慮? 還有考慮的地方就是個性、能力和熱誠 Coach經常會主張人才是最重要的 在參考的數據在手 更加需要回歸自我 加入人性化 最純真的考慮來平衡心態 因為你的選擇是影響自己的一生 甚至影響下一代的生活 是不是Coach嚴重呢? 不用擔心 將會陸續有選科和選職業的系列 和你深入探討這個重要的話題 提提大家 如果這個片段對你有幫助的話 請你給like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Coach教育頻道 多謝大家 訂閱C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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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Coach